好,911,周六,1717,又出了个事,这个老有事,这个不消停 建业集团向河南省政府发出求救信了 要求偿还50亿欠款等,要求谁呢,让政府替他还钱是吗 这个是来自前天的消息,中国房地产报 如果河南建业被汛情和疫情拖累 过不去眼前这个坎儿,有可能成为全国企业爆雷和倒下的下一个 其消极的反响将是全国性的,极为严重的 去年吧,恒大不是向广东政府发出求救信吗 是吧,以自己有可能倒闭来捆绑,要挟地方政府 替他的这种穷兵独武,盲目扩张 是吧,这个高杠杆,是吧,高负债来买单吗 对吧,现在河南建业又开始了 建业火的时候,我看这房地产 广州恒大,河南建业,是吧,都搞这什么呀 是吧,那会还有什么上海申花,大连万达,大连石德,北京国安 是吧,这个山东鲁能,有很多这种大公司都是搞房地产的 也都赞助啊,投资这个足球俱乐部 是吧,一方面也是扩大知名度 一方面也是圈钱啊,有的还境外洗钱 近日,一份建业集团 向河南省政府发出的求救信 关于企业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 并请求帮扶救援的报告 广泛流传 近三千字的报告 颇多心酸与无奈啊 是啊,你现在心酸与无奈了 你欠了那么多钱 那你火的时候呢,你赚钱的时候呢 你没给人家省长分点吗 书记分点吗 分了 但是那个书记和省长调走了 退休了 高升了 现在的还没来得及 打通关节呢 打好关系呢 还没来得及 是吧,买通呢 是吧 与此同时 建业集团预请 呼吁请求河南省委省政府 采取以下四项非常措施 帮助建业度过难关 是吧 这全世界向政府求助的有 向某一个政党求助的啊 什么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 像这种的 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 中国的体制 就是独一无二的奇葩 国外没有 是吧 甚至很多企业 也不向政府求救 如果倒闭 就自然倒闭了 对吧 一是尽快偿还 多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 拖欠 建业的各类款项 逾五十亿元 哦 是政府 欠开发商的五十亿 有可能啊 政府也照样欠债啊 照样说谎 照样说话不算数 照样欠的钱不还啊 对吧 有很多就前些年 那在东北什么很多地方 比较偏僻的地儿 那一个乡政府 每次吃饭打白条 啊 签个字欠着 十万二十万几十万 能把有的餐馆 就能给拖黄了啊 对吧 二是分类减免和缓交 建业旗下的公司的增值税 所得税 现在他的现金流 他的资金流 他的金脉 是吧 出现问题了啊 交税都得缓交 是吧 要不然的话 我估计现在债主特别多 资不抵债 房子也不好卖 是吧 资不抵债 房子也不好卖 是吧 三是允许建业部分在建工程 延期交付 延期交付 那就是不守信誉了 对吧 那就是他可能给这个工程队啊 材料商啊 建筑商的钱都给不了了 是吧 你给不了钱 谁老给你白打工啊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他跟业主 就是这个购房者 消费者签的合同 他要违约 他希望政府来替他背书 来替他担保 第四 允许建业部分土地款 延缓半年 支付啊 延缓支付半年到一年 土地款就土地出让金啊 这个全世界也没听说过 全世界的土地都是私有的 是吧 就我们家这 我们这周围有几十户的这个别墅吧 这种这种院子 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 现在人家还有一部分没卖 还有一大片地 至少能盖十几栋别墅的地没盖 前天吧 人那个地主来了 人家两口子啊 看着吧 比普通的西班牙人个高 穿着体面 气质不错啊 然后我儿子上去跟他们攀谈攀谈 他们说我们这一大片地 这几十栋的别墅啊 这个院子啊 当初是人家他爷爷传下来的啊 然后他说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 这还有这一片啊 说是现在是那孙女吧 是孙女和孙女婿 然后传到他孙女这 说是有个大项目 说正在洽谈 说也运作很多年了 可能是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吧 然后就是没开发起来 圈着呢 这一片 然后那个前一段 来了那个小型的那个挖掘机 在这啪啪啪 就那个拍那个图 把那图给弄一弄 然后把那草弄一弄 可能有可能 现在比前一段 荒草什么的都没了啊 可能是要开发啊 也可能在找人来洽谈当中啊 我们不清楚啊 如果真有这事 可能我们这 他们这工期又慢 可能会有两三年 甚至三四年我们这都得盖房子 是吧 但是这盖房子不像中国似的 昼夜不停 前些年在北京发生过都快高考了 然后那些建筑工地还不停工吗 对吧 有些大的什么中建啊 什么这个这个成建集团 那你西城区东城区的建委去了都不买账 为什么呢 人家跟中央跟大领导勾着 中国是法律规则啊 各种的这个规章制度随时可以被违反 随时可以有例外 因为权大于法 人治大于法治 这就是中国 没办法 是吧 你活在中国 有的人啊 包括我本人 有的时候我也做一些猫腻 有时候也加个三啊 托个人啊 台湾叫请托 是吧 这个有什么对价关系 利益的交换 我们也都这么做事 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是吧 又都是受害者 所以中国人 是吧 可杀不可留 啊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就是中国啊 什么雪崩之下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是吧 这中国就是一个掠臂驱逐良臂 就是一个逆淘汰 逆向淘汰的社会 包括领导人 各级领导人的选拔 你看选拔上来的都是什么人 一群使蛋啊 连说句话 连说句整话都说不好 是吧 错别字连篇 都是没文化 大老粗 就是跟你耍胳膊跟啊 就是跟你动粗 是吧 跟你玩横的 给你抓起来 信不信 给你关监狱 信不信 不让你吃饭 信不信 就这个 是吧 耍流氓 是不是 臭流氓 是吧 IPG中国区的首席经济学家 叫百文喜 分析称 建业地产 长期以来聚焦于河南市场 他叫河南地方型的 河南本地的地头蛇 他是老大 但是他走不出河南 他没有那么大实力啊 但是这种往往跟河南各级官员 这个关系都哎 玩的兜兜转转 哎 在获取深耕市场优势的同时 他深度够了 他集中在河南 也引爆了市场布局 过于集中的风险 这次的风险的触发点 就是河南严重的汛情和疫情 其实这个啊 他还没说出来 这个所谓的什么IPG 中国区首席专家 他不敢说 是吧 最近不是查吗 啊 关于这种经济方面的 不让你来发布了 民间的什么公众号专家 你敢多说话 抓你 你扰乱军心 你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要你小命 给你舌头搁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哈 恒大 啊 就开始了 恒大那么大的块 其实块越大 啊 他那个 那个体型越大 体量越大 他铺的摊子越大 他欠的债越多 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叫泥足巨人 什么叫泥足巨人啊 那脚丫子是泥做的 一遇到风浪 风吹雨打 可能整个身躯就垮塌了 哭叉一家伙 是吧 就叫沙滩上的城堡 阳光下的雪人 随时就会崩塌 就会完蛋 就会滋不抵债 就会进入破产程序 就让那些借给他们钱的人 或者说你买了他的房 还没交房的人 让你血本无归 是吧 最近融创不是发生了多起的违约事件吗 对吧 然后恒大也开始了 连他的员工都闹起来了 是吧 你看那个房地产 是吧 曾经风风光光的 那么牛的 现在问题就出在他们这了 是吧 中国的房地产历来是高负债 高杠杆 然后质量很差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商 也做了很多 本来是地方政府该做的事 这个我原来搞过业主维权 我知道 比如说这个小区里边的什么自来水管啊 污水管啊 燃气管啊 什么配电房啊 包括小区内的道路啊 其实有些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不做 但是政府呢 跟开发商有默契 他保护他们 让他们欺负老百姓 欺负购房人 然后他们共同的从里边捞钱 好吧 朋友们啊 就说到这儿啊 这个既恒大之后 既融创之后啊 河南建业也出问题了 下一个是谁呢 是吧 会不会是万科 会不会是碧桂园 其实碧桂园的房子质量非常差 非常差啊 好吧 朋友们啊